女子感觉自己像木偶一样被操纵 身边的厄运接连发生 到最后才知道 原来这一切都与一个男孩有关 这个男孩具有恐怖的能力 每次随手涂鸦的画作都会变成现实 男孩却疯狂喜欢上了画灾难画 女子的命运将会变得如何 地球能否逃脱毁灭的厄运 感悟人生分享快乐 我是宇哥 今天为你们介绍一部冷门惊悚悬疑电影 话说女主是位精神病学家 从美国来到苏格兰的一家诊所就职 接铁卖医生的工作 她很快迎来了小病人曼妮 曼妮很快 她从来不发一言 只知道闷头做画 她画了一只小猪孤独的望着窗边 还有几匹奔头的野马 经过几次试探 曼妮对女主开口了 她说没人喜欢她说的话 因为自己能让一些事情发生 棒棒 女主去酒吧独自喝闷酒时 邂逅了胡子哥 女同事说她叫鸡兰 是匹野马 回来的路上经过一条隧道 里边发生了车祸 女主连忙上前查看 车上的男人还活着 汽油洒了一地 女主与路人小哥想上前搭救 却还是迟了一步 汽车被炸毁了 第二天 女主翻找兵力时 又找到几张曼妮的画作 一只小猪在车祸现场目睹了一切 再联想到另一张画 野马 莫为自己就是那只小猪 曼妮说 这是几事故 一辆车飞过转角 撞上了另一辆 是自己让她发生的 但更诡异的话 还在后头 曼妮居然说 女主在抽屉里有一把枪 不信的话可以打开查看 医生们讨论病情时 所长说 曼妮从来不与包括杨某在那的任何人说话 女主是唯一一个能让她开口的 当女主提出 想看一下卖医生之前几个月的笔记时 所长的表情很奇怪 很快转移了话题 夸女主接收老卖医生的工作后 干得很不错 女主租住的公寓 隔音效果很差 在房间内都能听到隔壁的吵闹声 女主只好将音乐声开大 用酒精来麻醉自己 半忙半醒间回到了与丈夫出游的那天 前方出现了岔路 GPS上的显示与路标的方向相反 两人通过赤硬币的方式 选择了左边的道路 让我们再次回到现在 女主与吉兰 经常会在哲学讨论小组见面 一来二去 两人渐渐熟悉了起来 但女主不想和她发展的太快 因为女主还放不下自己的丈夫 当时她与丈夫走过岔路没多久 汽车就开了锅 坏在了鸟不拉屎的荒郊野岭 时间又回到现在 女主终于还是没忍住后期 打开了抽屉 里边居然真的放着一把手枪 女主怀疑是曼妮搞的恶作剧 趁自己不再是放进去的 这时电话铃响了 一个陌生男人在电话里说 你必须杀了她 不然她会杀了你 这个她指的是曼妮吗 分开曼妮这些诡异的话读 女主心情越来越糟糕 邻居还在叙叙叨叨说着什么 说着她听不懂的话 鸟兰开着游艇 带女主一起出海玩耍 度过了开心的一天 鸟兰问起女主婚戒 记忆中的往事 才终于完整了 当时车子坏掉后 一位好心的过路大叔 烧了夫妻二人 哪知路上 大叔帮忙联系拖车时走了神 车子遭遇了车祸 女主丈夫在这起事故中意外丧生 所以女主才来苏格兰开启新的生活 想忘掉这些事 但自从女主乘上飞机的那一刻 她就觉得这次的一切都很不真实 仿佛来到了另一个宇宙 女主一直在想 如果当时自己做了不同的选择 或许丈夫就不会出事了 在鸟兰的安慰下 两人顺理成长的发生了一切 在女主的追问下 所长道出 之前打来电话的人 应该是前任职员麦医生 如今她的精神出了问题 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而女主也终于查出 曼妮的父亲之前交通事故身亡 六个月后母亲自杀 现在的母亲是养母 而曼妮的话中 居然还描述了女主邻居家的噪音 这事越来越离奇了 此时女主已加班的很晚 鸟兰来办公室找她 约好明天一起乘船 出海去淤泥倒玩 俩人还在办公室淘气了一把 再次见到曼妮时 曼妮问到了那把枪 女主故意气道 唏嘘的说 我找遍了抽屉 啥也没有 曼妮听后生气了 开始疯狂涂鸦 说自己希望这件事能发生 她经画了一张鸟兰沉入海底 溺水的画 人所里的女同事说 女主的前任曼医生 只看了曼妮一个病人 就被调走了 之后她竟然在精神病院 老点放火自焚 女主开始在图书馆 疯狂翻阅书籍 希望能从中找到答案 莫非曼妮是上帝 女主心中愈发不安 她找到曼妮家 看到曼妮正在拼命画着什么 她意识到女主接近 将画翻了过去 不让女主看 女主只得承认 自己确实找到了这把枪 曼妮却说 她在 是因为你找到她了 你通过查看 让她变成了现实 这不是薛定谔的猫吗 女主仍坚信 曼妮将枪放进抽击的 大蛇质问曼妮 是怎么知道基兰的 曼妮被女主凶好了 女主翻过画座 上边画的 竟然是一只自杀的猪 到了约定初海 去晕晕早的这天 却找不到基兰的影子 基兰的手机 也始终打不通 女主一直等到晚上 都等不到基兰出现 这身的手枪 与吵闹的邻居 令她心中愈发烦躁不安 女主索性将音量声开大 喝高的她 用这种方式 抱负没有功德心的邻居 舒解心中的不安情绪 无视邻居的敲门声 反而将音量开到了最大 恍惚间 她又一起来那次出游之前 丈夫选了好几处景点 她都不满意 最后为讨女主开心 才选了那里 这一系列选择之中 哪怕有一次选择不一样 丈夫或许都不会死 她突然回忆起 搭上好心大叔的车祸 曼妮就站在路边 电视中播放着洪水灾难的新闻 超2500人丧命 曼妮的话作又应验了 这肯定不是巧合了 莫非曼妮真的是上帝 女主待不住了 反复往返于激兰家中 港口与哲学讨论小组 却始终寻不到激兰的踪摇 莫非自己 真的是上帝手中的牵线木偶吗 如此说来 这个上帝也太不厚道了 第二天一早 女主再也坐不住了 偷偷钻入所长办公室 拿了档案室的钥匙 并找到了曼医生 所住精神病院的电话号码 却被所长抓了个现行 曼妮的养母投诉了女主 再加上女主身上重重的酒味 以及现在的行为 所长给女主放了个假 也好 反正女主现在也无心工作 她来到精神病院 找到了自己的前任 曼医生 她至今曾被曼妮逼得自焚 整个脸被烧成了这样 曼医生说 曼妮控制的一切 甚至是自己的口舌 让女主在被曼妮杀死之前 先杀了她 女主追问曼医生 曼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 曼医生却一言不发的走了出去 想起之前曼妮的那幅画 莫非曼医生想跳楼 女主急吼吼冲上天台 却还是迟了一步 曼医生也惊跳了 机兰还是联系不上 女主只能在留言中提醒她 千万不要乘船出海 再次来到港口 女主想到了一个办法 解开快捷的揽绳 将船推到了海里 没船及蓝海怎么出海 如此一来 她也就安全了 女主再次偷了钥匙 来到诊所档案室 找到了曼妮曾经的画度 资料中显示 曼妮的父亲是被物理教授 死于一起车祸事故 连女主来资料室偷资料的这事 都画在了画上 这人果然保安来了 女主抱起资料便跑 逃离了这里 这些曼妮的旧画室的事情 居然全部一一应验了 看来这曼妮不是有预言能力 就是要控制这一切 但女主坚信 自己并没有被曼妮控制 一切行为都是自己一事决定的 稳定下情绪后继续看画 这种在游厅里睡着的画 令女主崩溃了 她连夜驱车冲向港口 激兰的游行果然赚毁了 搜救队打捞出了激兰的尸体 之所以激兰联系不上 是因为她在游厅里睡着了 女主的善举反而害死了激兰 女主气疯了 她决定亲手终结掉这个操动自己人生 毁掉一些的罪魁祸首 女主冲进曼妮家 强行带死了她 问她为什么要杀死激兰 并疯狂标出 还掏出了枪 向曼妮要回自己的人生 女主在警察的追逐下 开进一家废弃厂房 将曼妮带了进去 曼妮说自己并没有控制任何事 是女主让这些发生的 你决定去找那把枪 你决定去寻找那些画 你决定带我来这里 女主不管这些 逼曼妮将自己的人生还给自己 否则就开枪 曼妮却说 我相信你不会开枪 这次女主没有受她摆布 真的开了枪 杀掉曼妮后 也给自己投生来了一枪 人耳一切并没有终结 女主想要的人生 居然回来了 时间再次回到 车祸抢救这天 经抢救 女主活了过来 丈夫也没什么大事 只有好心的司机大叔死了 莫非之前的一切 都是弥留之界大脑中的幻想 夫妻二人一起开心的回了家 女主很快复工了 深夜 女主突然做了个真实无比的梦 梦中的事情 就是之前发生的一切 有曼妮 有激兰 她甚至还记得激兰的电话号码 但女主渐渐意识到 梦中的一切 或许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梦 而是另一个平行宇宙中自己的经历 女主终于还是没能忍住好奇心 深夜悄悄拨通了激兰的电话 那边的激兰还活着 但她并不认识女主 以为是恶作剧 直接挂断了电话 此时 女主已经回忆起了所有事情 在丈夫的一脸蒙中 带上行李冲出家门 飞向了苏格兰 女主直奔诊所 见到了之前刚到诊所时 接待她的女同事 连麦医生都还活着 他们就说 这里没有曼妮这个患者 将女主当成疯子 下了读客令 女主不相信 直接冲入档案室 准备打开地上这点文件夹时 曼妮又出现了 说自己就是一场考验 但女主失败了 所以她决定 再给女主一次机会 让她记起来 这些话 如果没被女主找到 就从来不会存在 这一切都是女主的选择 比如女主半夜 给激兰打电话 令激兰失足跌落楼梯而亡 女主还是打开了文件夹 一堆白者中包裹的那把手枪 下边压着一张画作 这时女主接到一通电话 原来女主家刮了场风暴 女主的丈夫也在这场事故中丧生了 画作再次预言了一切 女主崩溃又绝望 求曼妮放过自己 再然后女主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妹后曼妮总是阴魂不散 莫非是因为曼妮需要自己 女主终于想通了一切 这一切都是关于曼妮自己的 父亲的死令曼妮备受打击 六个月后 妈妈也自尽了 曼妮变得十分自作 于是她封闭了自己 无法面对这一切 她找到了一个 逃离恐怖与折磨的方法 女主在精神世界 逃避现实生活 在这里 她可以控制一切 自己也就是上帝 女主与这里的所有人 都是曼妮脑中幻想出来的角色 之前发生过的所有事情 车祸 旅行 港口 都是曼妮真实世界中经历 或遇见过的东西 女主却曼妮走出脑中的世界 回到现实世界中 曼妮被女主说动 第一次向杨某伸手寻求帮助 投入了母亲的怀抱 《牵线木偶》 是一部豆瓣只有800多元 平复的冷门悬疑篇 本篇用一幅幅诡异的画作 成功营造出了 诡异的悬疑气氛 女主的命运 牵动着观众的心 全程手心都捏着一把汗 但缺帖也很明显 片中前段 将剧情搞得神乎其神 将气氛逐渐推向高潮 最后开始的解释 竟然是一切根本都是脑中的幻象 令很多观众无法接受 都扯到量子力学 平衡远舟上去了 最后却发现 一切都是误导 有种被愚弄的感觉 但宇哥我 还是很同情曼妮的遭遇的 先后失去父母的她 是个很值得同情的男孩 宇哥觉得 片中女主的角色 或许有一部分代表着曼妮的母亲 还有一部分代表着曼妮 经历了丈夫 父亲车后的她 心动十分自作 认为因自己的错误选择害死了她 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去苏格兰的那部分 是曼妮脑中编出了的 所以曼妮才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 设计了既然遇到灾难的剧情 她不想让母亲 在约别的男人好上 或许她也不知道 母亲为何最终会自杀 才编出了这样的故事 将自己封闭的那段时间里 曼妮用一征征连环画作 在脑中构建了一个荒诞理解的故事 想借此来逃避 现实世界中的悲惨经历 好在她最后 还是从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走出来了 当然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一点余见 未必正确 由于这部电影太过冷门 我感觉讨论度也会比较低 但我还是希望能看到更多不同见解 希望能在评论区中看到你们的高见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吧 别忘动作小手 长按点赞支持下雨哥 给我更多前进的动力